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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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听见你的声音 有种特别的感觉 让我不断想 不敢再忘记你 我记得有一个人 永远留在我心中 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 我爱你 爱着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不管有多少风雨 我都会依然陪着你 我想你 想着你 不管有多么的苦 只要能让你开心 我什么都愿意 这样爱你 好 别说了 他们就 Scotty 陈军 准君 你不要走得这么快好不好 我一直在问你 你为什么不回答 你让我回答你什么啊 你在台上做主持 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花枝招掌的女护士 跟米扬没来眼去 从现场的蛛丝马迹我发现 他们俩关系非同一般 行了行了行了 老婆 我让你连现场的蛛丝马迹 都说出来了 我让知道的你是我老婆 要不知道的 都以为你是个大侦探 只有你那麻木不仁的人 看不出来 别人谁也看不出来呀 好 那你倒是说说过所以然呢 就拿新衣相应这关来说吧 主持人今天问大家 记不记住最近一次旅游 在什么地方 男方写的是呢 杭州西湖 对啊 女方写的是呢 上海外滩 对啊 两个地方距离很远 表面上他没有什么默契 对啊 他们那一关得的是零分啊 对啊 可是你们仔细地想一想 用反面的来思考 也许他们去了很多地方 已经记不住了 就像我和你爸爸去了很多地方 突然问我跟他去哪儿 他回答不出来呀 你怎么又把我扯上了呢 更重要的是 夫妻相认这一关 我想起来了 你这意思是说 那杭州很快就认出了米扬的手 对 大善 咱俩是二十几年的夫妻 你能在六只手当中认出我的手吗 你的手我可能认不出来 但你说话的声音和你的脸 我是忒熟悉了 所以 答案只有一个 杭州是米扬的一朋友 那 那关我什么事啊 军军说得对 她跟米扬是普通的朋友 是吧 这个米扬在呢 再去交任何朋友 你让她去交嘛 这跟我 这是她的私事 跟我无关 怎么能跟你无关呢 怎么跟我有关 因为 度假村里风光明媚太迷人了 这风光明媚 跟米扬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谁说没有关系 在这一个美丽浪漫的地方 最容易出现感情 出现恋情 我怕你啊 一时情不自禁 掉进爱的漩涡里面 不能自拔 这可是我的经验之谈 经验之谈 妈 你又扯到哪里去了 像当年 我就是在这一个美丽浪漫的地方 遇到了你的爸了 一时情不自禁 我还没说完呢 你 这 不是 真是 艾米扬 最后一关息息相应 你一提都没答对 摆得一塌糊涂的 没办法 谁叫你们没有默契 要不是最后一关得零分的话 没有可能拿到冠军 去巴厘岛旅行 这太可惜了 像现在这样很好啊 否则如果让我们得到冠军 别人一定会说我们在作弊 事先串通好的 没错 那就跟西安的宝马彩票案一样 选呢 可是 可是什么 你没有看到他们参加蜜月礼训台 那么开心啊 看到他们欢天喜地的样子 我自己觉得也很开心 我们输了你还开心啊 没错 晓晓 这时候你就搞不清楚 米扬到底在想什么了吧 什么意思啊 米扬啊 她怕万一得到冠军之后 她就惨喽 你是说 会怕军军不高兴啊 那 那她怕什么呀 她怕跟你一起出国之后 回来无颜见江东富老 你在说什么 我有这么丑吗 跟我出国 辉煮米扬无颜见江东富老吗 你说的话也太过分了吧 她才不是怕跟你出国呢 她是怕跟你出国回来之后 失身 你在光天化日之下 连当众亲吻你都做得出来 出了国你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你这个死肥羊 竟敢嘲笑我 你别跑 你别追我 你这个死肥羊 别跑别跑 不站住 不站住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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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扬 来 什么 没关系 我们去别的地方来 小焦姐 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好 走 走 这些有用吗 撕米羊 臭米羊 没关系 竟然背着我交女朋友 我再也不理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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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洋 军军爸爸妈妈找你谈什么事啊 是不是又跟你说过什么口头警告之类的话 说什么军军的妈妈怀疑我有女朋友 叫我当心一点 军军的爸爸妈妈真难缠啊 我都已经跟军军约法三章 说话保持距离 可是 保持距离 用回避的方式是没有用的 我有一个好办法 你可以试一试 什么办法 既然军军的爸爸妈妈认为你另外一个女朋友 疑神疑鬼的 那你就真的让他们知道你有一个女朋友 到时候他们彻底对你死尽 就不会把焦点放到你的身上了 可是问题是我哪里去找个女朋友啊 怎么没有啊 我啊 你 对啊 我可以牺牲一下自己 配合你先装成你的女朋友 到时候他们见到我的时候 就彻底对你死心 不会再烦你了 明杨 你就别再犹豫了 否则你会烦不胜烦的 那现在只能这样啊 选日不如撞日 就约明天晚上七点 你觉得怎么样 嗯 到时候地点订了以后我打电话给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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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呀 有啥事儿啊 原来这些鬼主意都是 你给娇娇出的呀 娇姐可高兴了 那当然了 这是她一直期待的嘛 什么是娇娇一直期待的事情啊 就是跟我爸爸约会啊 那多乏我啊 不如跟我约会 我一定让她有个永生难忘的约会 可惜那晚了 他们已经约好明天过去晚餐了 怎么会这样 你不是一直反对 米洋和娇就在一起吗 跟你学的呀 你这啥意思 以毒攻毒 以毒攻毒 小姐 你好 你好 小姐 我想找一家 音乐旅行团的导人苏小军 小姐 我是这家饭店的经理 米洋 是你啊 你好 米经理 我来找军军 抱歉 我刚整完刑所以 没关系 这样吧 我陪你去找他 我帮你打个电话给他 好啊 好 这个女的又是谁呀 走 走走走 不知道为什么军军不接电话 没关系 米经理 我 我不着急 你别叫我米经理了 叫我米洋就好了 军军可能正在忙吧 要不这样好了 我传个短信给他 告诉他你来了度假村 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那个女的怎么戴着个帽子 好像神神秘秘的样子呀 哎呀 这有什么奇怪的 头巾的女人都这样打扮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呀 哎呀 又怎么了 那个女的我好像认识 你认识 这怎么可能 哎 走 咱们俩走近点 听她们到底说什么 小心 对了 你什么时候出院的 今天一早 因为要复检 所以没回家 直接就到度假村来了 哦 那手术还顺利吗 你 您别难过嘛 只要手术顺利 一切可以重来的 真的 也不要顾虑那么多 冬这种手术的女人 真的很多 一定没问题 可是 可是那种追心刺痛的感觉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这种经病 我好像也要忘 啊 爸 妈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哎呀 君君 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 君君 我告诉你 以后千万不要和敏娘这样的男人 在一起 我告诉你 敏娘她背着你和另外一个女人议会 而且还到医院去做了手术 怎么是 怎么是你 孟如萍小姐 我收到你的短信了 原来你出院了 是啊 嗯 这二位是 这是我爸 这是我妈 妈 这是之前出车户的孟如萍 伯母好 伯母好 好好好 对了 爸 你刚才说什么啊 我没听懂啊 刚刚刚才 我们 误会孟小姐 这是 是 是 米洋的女朋友 伯父伯母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天才啊 对不起 谁能想到你当时说的那个手术是整形手术啊 哎呀最可气的就是君君她妈妈说那种最心吃痛的感觉她也经历过 哎呀 你这 哎 米洋 不好意思 我爸我妈又差点误会你了 以后除了你之外 我跟任何一个女生说话都会产生误会了 哈哈哈 别把我想成那样 我有那么严重吗 嗯 竹萍 这次来这里除了疗伤之外 你有空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团到处走走 不了我 我现在这个样子恐怕不太方便 况且 我也没有那个心情 哎 那个小子呢 嗯 谁啊 那个肇事的司机啊 都是他惹的货难道他溜了 嗯 哦 他还在啊 哦 奇怪了 为什么他会来度假村啊 其实 我这次来 清清也是为了他的事 哎 那怎么 他不肯赔偿吗 哎我跟你说 他的车压在警察那里 他溜不掉他 哦不不不 您别误会 事情是这样子的 他因为出来 做了这个车祸 造成我现在的样子 所以 哎呀 前几天 在医院他又看到我的男朋友 因为看到我毁容 最终选择离开了我 所以他决定 他决定 要照顾我一辈子 真的 他 他 他想跟你求婚啊 是啊 可是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原来是这样啊 那还不错 那证明这个小伙子 还是个有良性的 嗯 这个勇于负责 敢于承担责任 是条汉子 嗯 哎呀 你懂什么情感 这和勇于负责有什么关系啊 别 他把人家这么漂亮的小姑娘的脸 搞成这个样子 那于情于礼 这都是应该的嘛 话是这么说 那还要看孟小姐 肯不肯接受呢 这也是我这次来找你最主要的目的 孟小姐 这间房间呢比较清静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随时打电话给我 对了 孔先生 你的房间我已经安排好了 我带你去 好 那俊俊 你们就好好地聊一聊吧 嗯 嗯 那个孔高话很少 是个不多话的人啊 嗯 也不一定 有的时候讲起来也偷偷不觉得 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还说不上来 毕竟交往的时间太少 不很了解 你家人来过了吗 来过了 就是我妈非得要我牵制去整容 我还有我爸 知道我男朋友的做法之后 特别生气 都想打电话过去大骂一顿 后来被我拦下了 算了 只能怪自己眼睛不够亮 过去的都过去了 未来的事还可以追寻啊 我都这个样子了 还有什么可以追寻的呢 你不要那么悲观嘛 现在医学那么发达 说不定整心以后 会变得更漂亮啊 别安慰我了 我自己心里有数 孔刚向我求婚的事 我家里人也已经知道了 那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啊 我遭遇了这种不幸 有人愿意向我求婚 表示要照顾我一辈子 作为家里人 他们当然替我高兴了 君君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你今天跟孟小姐谈得怎么样 她能够接受对方吗 她自己也不太清楚 事情的发展真的出人意料啊 所以她一时也调适不过来啊 对了 你今天下午在忙什么 我打你手机 你都不接 我一个人在湖边啊 一个人在湖边 干什么 钓鱼啊 钓你个大头 那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啊 都是因为你 你还装迷糊 我 我怎么了 算了 是不是又是你爸爸妈妈 说了什么话 我发现他们真的有一套啊 难怪你要跟我约法三章 保持距离 不要让他们胡思乱想 他们真是 真是什么 你说啊 真是一对活宝 是 是 是 抱歉 孟小姐 还没睡吧 嗯 晚饭的时候 没接你动筷子 我帮你买了宵夜 趁着吃吧 请 你只留下 傻傻的我 孟先生 谢谢 不用谢 这么客气干嘛呢 就我恐怕就行了 抱歉 都是因为我 才会让你破相 其实看到你难过的样子 我心里也不好受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发生这种事 都没有责怪我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要替他了好吗 不 我有责任照顾你 不管将来怎么样 我都不会像你男朋友一样 抛弃你 无情地离开你 你不要再提他了行吗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 可感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可不要说婚姻了 不能开玩笑 我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真心的 你不要再遇开我 要再遇开我 姻缘是天注定的 你的不幸 也许是我们缘分的开始 说不定 这是老天爷明明之中安排的 你说是吗 人家说 孔梦补一家 这是千年的缘分 我姓孔 你姓孟 将来在你我的婚礼上 孔梦连音 人家一定会说 是一种好姻缘的 相信我 我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的 真的 请你相信我 好 你在干嘛 你这个死肥羊 吓我一跳 娇娇你今天在时装表演啊 才不是呢 我在试衣服 试衣服 对呀 打扮得这么漂亮 你要去相亲啊 那啥 娇娇 你真要去相亲啊 先生 您真的是爱讲笑话 如果说我们度假村里面 最漂亮的护士小姐娇娇 还需要相亲的话 她的行情一定会全面大跌 全面翻黑 下档的支撑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哎 吹翔 你说谁的行情大跌啊 没有啊 我在看报纸上的股市行情 谢谢 我还以为你说我的行情大跌呢 小先生 你 有什么事儿吗 你说我这一阵子 这老懵得转向的 又不知道这咋搞呢 那我帮你量量却压吧 哎 好 你坐 哎 说真的 舅舅 你到底在忙什么 忙今天晚上的约会啊 约会 你跟谁约会啊 该不会 该不会是跟米洋吧 废话 我除了答应米洋 还能跟谁约会啊 当然是跟度假村里面最帅 最有魅力的男人 在下我 废翔 碧翔 你怎么了 花痴啊 臭米洋 我怎么可能跟你 哎 我有这么惨吗 你搞了半天 这一切都是为了米洋啊 没错 我在想 今天晚上跟我的白马王子米洋 在一起煮光晚餐的时候 穿什么衣服比较迷人漂亮 懂了吧 共进煮光晚餐 对呀 你羡慕了 白马王子 没错 那个焦焦啊 我我这血压咋样啊 哎 正常正常八十一百三 正常啊 那焦焦 那你们约在哪里啊 哦 今天晚上就在我们 度假村饭店 最浪漫的钢琴吧 哼 好一个花心的男人 你回来了 这么快 哎 你的柜药拿好 哼 我没去拿 为什么 哎 你的脸色很不好看 你生气了 气死我了 我的胃啊 迟早地灰在米洋的手里 灰在米洋的手里 别别别别 医生说了啊 生气容易得胃病 哎 你为什么生气啊 我刚走到医务室门口 就听护士小姐娇娇说 米洋是她的白马王子 两个人晚上啊 要共进烛光晚餐 她的白马王子 她家行行跟我们说 不知道米洋的女朋友是谁 那照你这个意思说 佼佼是米洋的女朋友 你干什么 军军带旅游团出去 我打电话告诉她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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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适 人家军军说了 她跟米洋是普通的朋友 那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干涉 人家米洋的私事呢 她说是普通朋友 你就信哪 大家可以来这边拍照 这里是西湖景区最著名的 武庄园坊 大家可以在这边拍照啊 喂 妈 什么事啊 军军啊 你们旅游团的行程 今天晚上什么时候结束啊 大概晚上六点多啊 那好 结束以后 你尽快地回度假村 今天晚上米洋约了娇娇 两个人共进足够晚餐 你怎么知道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了 我告诉你 米洋是个花心的男人 我 我才不相信呢 你不相信 等你看了他们俩 你就会相信了 妈 这是人家的私事 你别管 你不要嘴硬了 等你见了他们俩 共度足够晚餐的时候 你就相信 不是他们俩这私事了 老游小姐 帮我们照照相吧 好好好 一 二 三 好了 你们去那边看看吧 好 来喽 不好意思 你们去那边看看吧 军军 废祥 你今天不用上班吗 今天呢 我叫小罗帮我代班 专程来看你啊 专门找人代班 来看我 对啊 你知道的 我不像米洋那样 嘴巴上说喜欢你 暗地里 却偷偷约了别的女孩子 你是说娇娇 哎呀 这种事情不好说 你也知道 米洋是度假村的经理 也是我的上司 每次碰到这种事情啊 他都会找理由来压我 压你 为了不让我 把他的事情张扬出去啊 他就会对我不利 好 不利 你在笑什么 没事 那你来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我是来指证米洋对感情的不中不易 人神共分 朝三暮四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朝三暮四 人神共分 你在说什么啊 嘿嘿 我只是加加一点点语气嘛 好好好 那他到底做了什么人神共分的事啊 我跟你说 米洋今天晚上 约了娇娇共进煮光晚餐 这你也知道啊 怎么 你知道了 那表示 我没有骗你啊 那不是 angled纯雯 你大概有什么估计 整个人终于是不和啊 因为我去吃饭吧 你还敢想吃饭吧 真的吗 那你认为米娅会喜欢吗 我不知道 但是娇娇姐 我帮你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啊 有三个条件必须专手 一不准亲嘴 二不准牵手 三不准抱抱 这么严格呀 可是这三个都是我的愿望 你如果违背的话 我以后就不理你了 believing 爸 你怎么还在这里呀 明霓啊 等一下 让我躺一下 我带你去吃饭啊 一起去吃饭 天哪 这个糊涂爸爸 天然忘了有约会 拜拜 你去洗白脸 精神会好些 不用了 我躺一下就好 你今天晚上有事 你忘了吗 什么事啊 你这样怎么办 什么事都要我提醒你 这家姐刚刚打电话过来 问你什么时候出门 干嘛 你猪啊 你跟他有个约会 你忘了吗 对啊 我差点忘了 糟糕 没我的日子 你怎么办 到现在 监装你今天真漂亮 谢谢 再见 迷远都到哪里去 其实我们都这样 想为你当现场 跟我来 远我来 跟我一起谈恋爱 走过风 走过雨 我都为你看过 华阿爸 你今天好帅 有吗 不对啊 你今天有点反常啊 为什么你会同意 我跟别的女孩约会呢 有时候也要给对方一点空间嘛 那你就不会像皮球一样 你越使劲地压她 她的反弹力就越大 这话你哪里学来的 电视上两性相处的节目上学的 快 妈 你来这里干嘛 你看 这是非同教科 有关你婚姻大事 我能不赖吗 你看 悄悄等蜜羊呢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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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啊 等很久了 现在你相信米扬是个花心男人了吧 你干什么 去哪儿 妈 人家浪漫的烛光晚餐 我们有什么好看的 那不管怎么你也不曾这么好 便宜她呀 那怎么办 大吵大闹吗 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不能姑息养间 那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我凭什么 你不是不准我们交往吗 娇娇 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漂亮 是吗 你现在才发现 没有 其实我觉得 今天晚上这种感觉特别明显 对 飞翔一定常常赞美你吧 他呀 标准的自恋狂 所有赞美的话 都对他自己说 会嘛 可是我发现 他常常都赞美那些很漂亮的女生哦 他就是对我特别吝啬 来 没听看 又哪儿ắt费 飞翔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人生悲欢离合 有人欢笑 就会有人哭泣 你哭了 没有啊 应该是 是风霄吹的 没事 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人家说失败为成功之母 失恋也是一样 一次约会没约成 并不代表以后都如此悲惨 对吗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啊 我在自我反省 自我反省 自我反省 我在反省我这样一个痴心的男人 为什么比不上那样的花心大萝卜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我到底哪里做错 如果我的泪水 可以博得你的欢笑 我愿意天天以泪洗面 我愿意天天以泪洗面 不用洗面奶 好吧 我们走吧 走 走去哪儿 你不是要约我共进晚餐 你 天哪 你 你答应了 走吧 愿我来 愿我来 愿我一起谈恋爱 走过风 坐过雨 我都为你看过来 愿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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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一起 作为了 不管多远 我都为你 填满爱情的空白 愿我来 愿我来 你也是 我在跟踪人 把本人看见 你 要不要我来配合你啊 不要不要 你真是一点痛 千万万 欢迎光临 怎么样 你 我说你 真不需要我爸妈 那男人是谁啊 他竟然背着我脚踩两条船 真不需要我爸妈 真巧啊 这个世界 真瞎话 我们曾经见过面吗 来来来 老兄啊 你你装什么糊涂啊 不是我装糊涂 我真忘脑后去了 那咱们在哪见过面啊 你老大贵姓啊 我 我 叫苏大山 是他 亲密的爱人 我 哎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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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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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你在用报纸挡着脸 在说悄悄的 神经病 我那是在隐蔽在跟踪 我是怕焦焦和米扬看见 你还隐蔽跟踪 竟被你说成我和老情人约会 你说我有那么大本事吗我 那是你自己说的 你说你年轻的时候脚踩好几条船 别嘴 怎么可能呢 我请你迢迢来到度假村 跟老情人约会 而女儿的男朋友就在我的旁边 天底下哪有这么笨的女人哪 你的想法里也太丰富了你 那你 结果被你一闹 不但计划都毁了 而且丢人现眼 可是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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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ks 不会啊 果不好 她正在跟娇娇 开心地吃着浪漫的烛光晚餐 你干嘛一直看着窗外 是不是在想 米羊会不会出现 说实在的 我知道你是故意为了弃米羊 才跟我约会 共进晚餐 但是一整个晚上 我看你都心神不宁 你的心 根本不在这儿 对吗 如果真的有意见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看那个废香啊 一看就流入人气了 是个花心鬼 你说君娇这两个朋友 怎么都是花心呢 现在的年轻人 我还真有点搞不懂 怎么办 两个烂苹果 你总得选一个 当你的女具啊 我呀 宁愿选米羊 米羊 米羊 你怎么搞的 说走就走 我真的有点事 没办法陪你了 到底什么事啊 走得这么急 是不是因为刚才收到短信息 有关系啊 是君君发的吗 那也没什么呀 他跟你收信什么 让你这么心神不宁 他跟我说 他跟飞翔共进晚餐 就这些 没别的 不关有多烂 拜托 这是再也平常不过的短信息了 我以为是什么事呢 走得这么急 只是因为 飞翔跟俊俊一起约会呀 你是不是怕飞翔被俊俊抢走了 我带一下 没关系 让人们更快 也许是这一秒让我决定 你的微笑是如此甜蜜 映在我的心里就仿佛透过阳光 也许是走过下一站家等 我可以把你的决定挽留留在我的身边 都是你真的爱你 时间停止在这里 让我忘了我是谁看着你的脸 左右着我无法离开 这就是你 时间停止在这一刻 黑夜半闷藏的感觉 等待你的吻给我的勇气 依靠这就是你 时间停止在这一刻 黑夜半闷藏的感觉 等待你的吻给我的勇气 依靠这就是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